耳料就不要捏太實 這個是勾尖 這是勾餅 你在勾餅這邊壓一下 壓一下就好 下面就給它閃 給它接 它就會衝上來吃這個大耳料 那這就是三倍香和閃泡1比1的結合 要控制耳的大小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你看真的是完美 捏耳 耳要控制一樣的大小 太小了 再多加一點 好差不多這樣 好 來去吧 有 有沒有拍到 有沒有拍到那個浮標 整隻都 撕下去了 根本浮標都沒有給你那個機會站好的目數 就 社長的新制服 這是社長的新制服 好不好看啊 這是樣板 這個字有點太大了 這個是刺繡的喔 很好看喔 後面也有 這次做簡單絕約風 不要太過複雜 不要這什麼台灣愛調很大的字 不要 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今天社長要呈現一種調法 最近常常在桃園的時候 接觸一群人 他們都釣浮水 什麼叫釣浮水呢 就是他把漁程呢 控制在大約一瓶水或兩瓶水 浮獸魚就吃耳 這種釣法打破我的三關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說 浮獸魚是釣浮水的 那我們的老觀念 浮獸魚一定要沉底 沉底再接耳或是吃耳 對不對 他就控制在一兩尺 那社長最近有跟他們混了一下 然後呢 也了解這個釣法 今天社長呢 幫大家呈現一下 好不好 給大家感覺一下 什麼都釣浮的 這個釣法呢 盡量要釣走籤啊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釣固定籤嘛 那這個釣走籤會比較好 但是啊 社長有點老花瑜 穿不進去 進來進來 這個啊 走籤啊 這是我們最新的產品 喔 他是 矽膠的 那個 鮮皮座 上面已經穿好鮮皮了 一拉就可以使用了 然後這個 好像是 六個二十塊吧 你看 他很緊喔 我們通常走籤的時候啊 這上面會上一個太空洞 下面也會上一個太空洞 這個都不用 直接上在上面就可以了 好 那要選擇就是 最小的八字 齁 因為 讓這下面整個 好像都是絲腳一樣 齁 那我們找一個 最小的八字 哪一個小的 好 想要釣這個啊 有一點難 這個 難易度可能是 四顆星喔 齁 因為這要 算到 你的鉛 還有鉤子 還有耳的重量 下去調標 齁 等一下我再慢慢的 一一的跟你解釋 社長在這裡 重新介紹一下 今天要使用 釣符的釣組 第一個啊 端子一定不能太硬 怎樣說不能太硬 因為他在 扮水接耳的時候 他會衝去 或者是你在打的時候 在空中 是硬扯的 所以你的肝子 今天要選擇軟一點 才不會硬碰硬 馬上就斷絲腳 第二個 為什麼要釣推籤 因為我們這整個 當作是絲腳的話 你要 在半空中 或是在空中 抓到他的訊號呢 你的籤如果在這裡 站立的話 對不對 他會慢慢的站 但是如果你的 你把你的籤啊 這個 推過來這邊 他就會 他就會 站立的比較快 他就站立的比較快 他下去馬上就站立 那你下面就當作是絲腳 他只要一撿耳 你的扶標就 就知道了 這樣你知道嗎 聽有沒有 聽不聽兩遍 那為什麼要選擇 軟一點的肝子呢 因為軟一點的肝子 就是我們的耳啊 在空中 如果他一吃的時候 他就會跑了 那如果你是用硬桿子的話呢 他一撿 你的絲腳會斷 懂嗎 那 在這個使用當中呢 你的勾子也不能太大 勾子到約 六號或七號 這樣就好了 因為他在空中吸的時候 他會很小心 一吸 對不對 這個勾子比較輕 也吸的比較大力 你的扶標做出來 動作也比較大 你看我丟下去 你看我扶標一層線 馬上就站起來 有沒有 馬上就站 有沒有 不管你怎麼丟 對不對 馬上就站了 如果他在空中接耳的話 就馬上會有炫耗 剛剛我們講的 所有四顆星嘛 那個 調標呢 會使用肝子 這一顆星的 現在要抓耳 我們要釣符的時候呢 要讓他慢慢的 霧化下來 他才會去接耳 是吧 如果你他一沒有崩 沒有閃的話 他也不去吃 所以你在釣的過程中呢 要不斷的 捏出 同樣大小的耳 那 這個例外 但是現在 腳尾的時候 壓腳的剛好 你捏下去 他會慢慢散 所以我們的三倍箱呢 一開始人家說太黏嘛 對不對 那我們加上 兩個1比1 加在一起的話 就可以做出這個效果 1比1啊 我差不多就好了 我會用水分控制他 你就釣起來要 燒燒的感覺 丟下去的時候 大約 你就跟他算 差不多15秒到20秒 整個 要化掉 你要打快手 齁 好 大約是1比1啦 有人會說啊 社長 你調這個三倍箱 和閃 閃炮啊 要不要加什麼 不用 你只要加 高級的天然磁水 喝水 好 差不多就這樣 下去他就會化 來 給你看一下 來 你勾了的時候 就勾了零零嚼嚼 這樣子 你看 他下去有沒有 就會蹦 有沒有 你看 他等一下 吃久了呢 他沒吃到的人 就會湧上來吃了 差不多就這樣 你也零零嚼嚼 有沒有 他下去就會蹦 他就會一直上來撿 到時候 掉浮的就很快 好來 我們先釣幾尾給大家看看 等一下再來講解 如何操作耳 和調幾目 這個很好玩 他只要一接的話 就下去了 訊號非常大力 有沒有 這個 很舒服 這比 吊底的還更舒服 你知道嗎 你看 這絕對是正口 你看我的 浮標到我們的溝子 就是 那麼近 下去就總 來 哇 老爺上來搶了 你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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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魚真的很大 我沒有辦法 那社長呢 就幫你解釋一下 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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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太大 那社長跟你說明一下 我們 為什麼會說他四顆心啊 第一個 你的 浮標呢 大約是調在 大度再下來一點點 這樣就好了 齁 連溝子調 調到大度再下來一點點 那你窄耳的重量就是 看你捏的耳的大小 如果你的耳捏很大 他就整次跟你浮到水裡 如果你捏耳捏得剛剛好 大約就是一目兩目三目 這樣子 齁 所以 你每次在釣的時候呢 你要 控制你的耳 那 今天社長呢 就大約捏這樣 小小的 去吧 下去就咚咚咚了 咚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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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快點 用力 搓下去 用力 搓 哎呦 唉呦 一次山目的感覺真是舒服 手抬高 魚準備進網 手抬高 提高一點 魚頭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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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好拔勾 魚頭向上 好手不要軟乾 好 欸 唉呦 結果他還是夠亂跑 扶魚頭 正吃 手抬一下 齁 好啦 那 社長再重申一下 今天的釣組齁 今天社長採用 推籤 再來呢 撒路槓小顆的 P1線加尼龍線 0.8號 鉤子選擇 白繡鉤 8號 那浮標呢 調整呢 就是 稍微你要載重 他會用到 5分以上的 5分6分7分 這個浮標來用 調到 像大度這裡 大度再下來一點 讓耳的載重量有辦法到這裡 耳控制大小 剛好可以 在一幕或兩幕或三幕都可以 這就是 看你的控制 耳量 所以呢 為什麼說 這一次的 硬難度要4顆星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你學會的時候 釣起來很好玩 第二個 這個吃糖的魚量一定要夠 如果魚量不夠的話 它是浮上來的 第三 我們自己怎麼選擇的人 蛤 魚又忘記放了 我後面掉下去的時候馬上就 出錯 又來一尾 去 去 記得喔 你的耳一定不能太死黏喔 不會是你把電子這樣黏黏 它沒有辦法落耳是不行的 一定要這樣 揉一下這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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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完魚的時候 我再教你一次勾耳的方法 你只要捏住勾尖就可以了 回來 看啦 這不是有勾尖嗎對不對 勾尖在這裡 勾餅在這裡 捏在勾餅上面 這樣子 勾餅這裡 勾餅這裡 用三隻手指頭 捏一下 這就好了 它就會三腳石 有沒有 下去它就會 哇 來拍近的給你看 拍近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它就會成天這樣散 它就會上來吃了 記得 有靈有腳的耳 要慢慢給它落 它就在那邊接 來 再給你看一次 它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你看 幾秒 我感覺好像三秒而已 三秒就中一尾無國魚了 不要告訴我 我教你的 這個非常快 所以一天你要 掉幾百尾 沒問題的 正口你看 一秒 一秒就接合了 這邊我們打快手 打到那個耳料啊 山很快 他們直接都衝上來接了 真的一秒啊 有拍到嗎 有沒有拍到一秒 應該是有 應該是有 好嚇人喔 你看 難怪人家會說 我掉浮的 我一天掉幾百尾 我跟你講 一定要相信它 我會騙人 去吧 這個非常快速 你一直打耳 它就在下面等你的 你看下去就動了 去 三秒 三秒就中魚啦 三秒 這樣一分鐘 可以中 二十八 還要拔魚 還要那個啦 哎呦 去 我才掉幾分鐘而已 我覺得我的手都快受傷了 對 有一些人呢 不告訴你的秘密 就是這樣 為什麼 他不想害你 害你手都掉 現在來挑戰最高難度 就是 勾耳 因為要控制那個耳的大小 要一樣大 你的浮 你的浮標的木樹 才會在你想要的 一個木樹 所以這個 比較難控制 所以這個比較難控制 超快速的 這樣子 呃 我預計浮標下沉 呃 從 下耳到 浮標下沉 大概應該不用死 而且它的那個浮標的訊號啊 非常的明確 非常的明確 對 讓你 那個瞬間反應要很快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不能用硬桿的原因 你知道嗎 對 還有一個就是 為什麼只能用單勾 因為你雙勾如果一次中兩尾 的機率是非常高 這樣子的話 你手可能齁 掉不用半小時 掉不用半小時 回去真的齁 要去做那個復健 是真的 快一點啦 魚都跑掉了 不會啦 好 這樣子可以吧 這樣有到地板 等一下我就跑這邊就好了 一點點到地板 可以 喔喔喔喔 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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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秒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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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軟幹 超幹起來也很好玩 真的齁 真的 有噴濕啦 QQ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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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乾的話 就是餓裡面就把它拉 好 這個稍微有點小 好啦好啦 快點快點 多掉機會 你很趕嗎 你很趕嗎 你趕了 你很趕嗎 把烏鴉都在叫了 叫我們回家 捏耳 我要控制一樣的大小 太小了 再多加一點 好 差不多這樣 好 來 來 去吧 好 常常 喔嗚 噢喔嗚喔嗚嗚嗚哈 有沒有拍到 有齁 有沒有拍到那個浮 有齁 AL Chicago 整隻都 滑下去的 根本浮就沒有給你那個機會撞好的目數 所以要用懶竿 對 真的要用懶竿 你這個一定會蠟養耶 會 一定會 所以人的反應就是這樣 它快 你就跟著快 所以那個竿子啊 如果真的太硬的時候 真的就斷線了 沒有辦法是有這種釣法 是的 沒錯 所以為什麼要用懶竿的原因 對不對 真的是沒錯 解魚也是我的功課 好 今天解得很順利 欸咻 那 今天的節目到此結束了 喜歡我的頻道 也可以在下面幫我按訂閱 順便按個讚 社長除了拍片很會搞笑以外 但是裡面一定會置入 一些你們學得到的東西 不管你會或不會 但是老手就當複習 新手就說 怎麼那麼神奇 這樣也行 好不好 那就 拜拜囉 繼續支持 邱玉龍按照一下 哇 對好 要放一點 哎呀 拍謝 拍謝 好 再表演試試看 你看囉 好 够著對不對 捏一下 三角形象捏著這樣 它下面就會閃 它就會上來搶你的 去 不能太繃啊 你太繃 快一下就閃掉 就沒有了 好不好 閃泡 加三杯香 一比一比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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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